好 全球現場趕快來聚焦了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問台灣 但現在此時此刻 似乎引發了北京強烈的不滿 打算在台灣的周遭海域六個範圍 進行實彈的演習 更多重點時間交給真榮 好 大家早安 全球現場時間 我們持續還是帶你來聚焦的是 現在經過了七個小時的飛行時間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昨天晚間是順利抵達了松山機場 當然今天有一整天在台灣的行程 包括了剛剛已經從這個AIT 我們的畫面可以看到是 現在裴洛西的車隊已經從AIT離開 那麼他也預計要前往到立法院 不過由於立法院長尤西坤 他目前還是確診當中的狀態 而他稍早也說了 他還是快篩羊的狀態 所以他就指派了立法院的副院長 蔡其昌會來接待裴洛西 那麼今天裴洛西也會在台灣 有一系列的行程 而我們持續來看到的是 裴洛西他是睽違25年訪台的 美國最高層的官員 但同時間當然引發了中國大陸的不滿 大陸外交部也立刻發表了聲明 就表示說已經向美國 提出嗆烈的抗議 而聲明當中也譴責 裴洛西是不顧大陸的強烈反對 竄台的這樣的行為 是嚴重違反一中原則 還有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嚴重衝擊的是 中美的政治關係的基礎 還侵犯大陸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 而同時間中國大陸的外交部副部長 謝峰昨天深夜 在裴洛西抵台沒有多久之後 他就緊急召見了美國駐中國大陸大使伯恩斯 提出嚴正的抗議還有交涉 大陸外交部的聲明稿就引述了謝峰的談話 也是譴責裴洛西是在挑釁玩火 還說這樣子的行為是違反一中原則 向台圖的分裂勢力發出嚴重的錯誤信號 表示中國大陸是不會做事不管的 而除了大陸外交部譴責之外 現在包括了大陸的國防部還有國台辦 跟中國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 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 一連五個行政部門都譴責裴洛西訪台一事 來聽大陸外交部的說法 而美方企圖搞以台制華 不斷歪曲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 加強美台官方往來 為台獨分裂活動撐腰打氣 這是十分危險的玩火行動 玩火者必自焚 切實將美國領導人做出的 四步亦無意承諾落到實處 不要在錯誤和危險道路上 越走越遠 而且昨天裴洛西一下飛機 他就立刻發布了三篇推文 他再次強調說這一次訪台的行程 是符合美國的政策 裴洛西就寫道說這一趟的行程 是為了表達美國對台灣民主的支持 他也會在跟蔡總統的會談之中 重申美國立場的支持是不變的 並且討論如何致力共創一個公開自由的印太地區 但其實 裴洛西訪台解放軍昨天就宣布說要在台灣的海域 周邊六個範圍要進行實彈演練 現在美國的政治學者傅泰林他就比較了是1996年的台海危機 還有現在解放軍他們公布即將要在台灣周邊 進行實彈演習這樣的地圖來比對一下發現說 其實呢 這個範圍是有擴大的 而其中在臨近高雄外海的面積的這個實彈演練的面積 它的範圍是明顯擴大 還有包括在東部海域跟巴士海峽也首次出現的是 大規模大範圍的實彈射擊區域 而比較兩幅的圖像 在高雄外海的實彈射擊區域是明顯擴大 而如果依照中國大陸他們公布的經緯度來看的話 最距離高雄港的距離大概只有20公里而已 不過現在對於北京的聯番抗議 現在白宮國安會的發言人科比他還是發表的聲明 白宮呢是力挺裴洛西訪台權力 同時也堅持他的訪問是沒有侵害中國的主權 也不違反美國的一中政策 培洛西抵台引發國際媒體高度關注 路透社就分析說這趟的台灣行會是培洛西 常年抗中史的最高峰 另外美國的CNN還有英國的BBC則是關注 培洛西不管大陸警告還是訪台 會帶來哪樣的政治影響呢 還有在持續的觀察 現在法新社也指出說 培洛西不顧中方的警告 還是抵台現在可能讓全球兩大超級強權 關係極具緊張 今天深夜抵達台灣 全球媒體跟著關注 這是我們的世界的旅程 所創造的緊張 主席主席Nancy Pelosi 現在在台灣 CNN連續好幾節新聞頭條 都在關注培洛西抵台 大篇幅放送台北101打燈 歡迎培洛西字樣 CNN駐台記者坐鎮台北連線 關注解放軍會不會發起行動 路透社認為此次訪台 是培洛西常年抗中史的新高峰 法新社則強調 培洛西是美國總統第二順位繼任者 指培洛西不顧陸方連日來 越來越嚴厲的警告 堅持訪台 將讓全球兩大超級強權 關係急劇緊張 美國《華盛頓郵報》則分析 培洛西此行意在支持 受北京威脅的台灣 但北京已經警告 將造成嚴重後果 拜登政府擔心 可能引發危機 而培洛西抵達台灣後 更打破連日來低調沉默 似乎終於能抒發 一連狂發了三則推特 解釋訪台動機 在於兌現民主承諾及對台支持 重申訪台行為 不抵觸台灣關係法 試圖甩開外界 對他堅持訪台的質疑聲浪 不過共軍二號晚間發布 對台軍事演習行動 範圍涵蓋了高雄 基隆等重要港口外海 對此大陸官媒環球時報 前總編胡錫進解讀 這樣的演習規模及陣仗 超越了1996年台海危機 預告大陸一定會調整策略 將手中那些強而有力的牌 一張一張打出來 記者綜合報導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可以說是媽媽料理的百搭神器 把底下喇喇再來吃 為什麼 因為底下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鮑魚 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現在上快點購來訂購 馬上就可以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五星口感的總統級高級享受 好 好 好